在李辉特代访问乌克兰期间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见了李辉 李辉还分别同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叶尔马克 外交部长库列巴以及基础设施部 能源部 国防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举行了会见 双方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中国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双方一直认为不久前 习近平主席同泽连斯基总统的通话 为中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两国因共同努力延续双方相互尊重 真诚相待的传统 把两国互利合作持续向前推进 李辉阐阐述了中方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一场主张 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应该 四个共同三点思考 是中方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根本遵循 化解危机没有灵丹妙药 需要各方从自身做起 积累互信 创造只占和谈条件 中方愿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基础上 推动国际社会 形成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最大公约数 为尽快止占停火 恢复和平 做出自己的努力 中方一直以自己的方式 为缓解乌人道局势 发挥建设性作用 将继续向乌提供一所能及的帮助 乌方表示 很高兴在乌中两国援手通话后不久 接待李辉特别代表访乌 乌方重视中方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欢迎中方为结束战火 恢复和平 发挥积极作用 乌方始终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愿同中方共同努力 推动乌中关系 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